我講一個故事給各位聽 來 印證說 四輝當年變 進退習近視覺 我家兄啊 他曾經有某一位修行人要請他幫忙 那個修行人福報很大 福報很大 非常的大 很大 但是說非常大 還不至於啦 還算不錯 就是有一定的一個影響力 那時候他請我這個家人去跟他講說 他說你來當我執行長好不好 我跟你言很自明 當我執行長好不好 你知道我那個親人跟我講一句什麼話 他考慮了半天 他畢竟這幾年修行還是有功夫 有定功 他會觀察日圍 這個觀察日圍很重要 我們前面講隱微處 莫現莫隱處 你要知道 你有智慧就看得出來 所謂的那個很微細的地方 你沒有智慧 你就眼睛粗心大意 過去就不知道了 那我哥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我想了很久 考慮了很久 我覺得我還是不要去攀這個人 為什麼呢 因為後來他太太給他提供一個很好的建議 他說你在家好好地修 看進攻法師獎金這樣就夠了 年紀也七十幾歲啦 不用再去崩潑啦 如果這個年代碰到螢光大師這樣 螢光大師跟你講 你在家裡好好用功讀書 有人在螢光大師 有人在跟螢光大師講說 螢光大師啊 我想再讀金鋼金啦 我要再讀滑滑金啦 我還讀楞嚴金 螢光大師說來不及啦 直接寫進去跟他講 你根本來不及啦 夕陽西下啦 你沒有時間研究那些大經大論 你就一句活話著到底 其他不要再打閒岔了 你去看螢光大師 都這樣講 我哥哥啊 沒有碰到螢光大師 他也沒有幾乎碰到金鋼法師 他只看金鋼法的獎金而已 他智慧就會生出來 他就知道事到則盡 回到 他當時竊子跟我講這句話 他說 欸 我覺得啊 我還是不要去 為什麼 事到則盡 回到則退 結果 話講不到一年多 那個人出事情了 台灣都駝條新聞 出事情了 我那天跟我這個親人講說 哎呀 還好你沒氣啊 如果你氣的話 你這輩子下慘了 你根本跳到黃國都洗不清啊 你怎麼辦啊 你變成工業啊 他說 對啊 我當時有跟你講一句話 事到則進 回到則退啊 你看嘛 救了他 所以有時候跟各位講 有時候老法師講說 你一定要多聽道理 多聽聖賢的道理 多了解佛經的這個道理 你了解了以後 你才有辦法看破跟放下 你沒有了解 你沒辦法看破放下的 那麼這一段呢 這一段我大概是這樣做一個分享 那麼 你應該會看破 我應該會看破了